游行正式開始之前 有建制派的團體在酒樓設五宴 團體的負責人就否認以免費的五線 吸引會員來參與反佔中大遊行 由參加五宴的市民透露 團體要求他們遊行時不要亂說話 以及要保持笑容 實習記者蔡智雪報道 早上有團體用旅遊巴 接載大批市民抵答 維園參與反佔中大遊行 當中有不少是長者 亦有人帶小朋友來參加 由來學到甚麼 有甚麼訊息都知道嗎 我不知道 有內地旅客特意來香港支持反佔中 搞亂國家的統一 你們從哪裡來 我們從大陸來的 我們正在反佔中的 你們知不知道在前面反佔中的反佔中 你們的調教統合會 多謝大家 我不懂得聽 你知道甚麼是佔中嗎 我不喜歡戰爭 明白 不喜歡戰爭 喜歡和平 遊行期間 一個男人被指向參與者派錢 和其他人發生衝突 最後要由警方介入 但聯盟表示會考慮報警處理 有團體在維園附近的酒樓訂了位吃飯 酒樓經理說 團體早就訂了二十多位 雖然有會員聲稱 餐飯是自費的 也有會員承認 餐飯不用付錢 你付了多少錢 我付錢 誰請你入餐 不同的開會 我想問你 你待會是否去人 不想入 待會是 一會是 一會是 拍到茶室了 現在出發了 出發了 我想問你們開會內容 是圍繞著遊行的 各方面安排 交代 大家只小心 別亂說話 笑美美 但團體的負責人否認 以五線吸引會員參與遊行 我們開會員大會 有飯吃 大容姐那裡有好便 三餐 大容姐那裡 為了一間義工 這些要去遊行 所以請他們吃三餐 沒有… 酒樓經理又說 座位在一星期之前已經爆滿 都不肯透露 五線總共要花多少錢 亞洲電視記者 蔡子璇報導